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玩一下我們Pokemon Master喔 那最近的話呢 哲平一直都在刷我們的金幣啦 還有一些我們的素材喔 那後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應該是可以把我們的小巨額 給牠就是最終進化了 那大家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大家可以從圖鑑這邊看一下 就是哪些寶可夢牠是可以做一波進化的喔 比如說我們這邊畫小巨額的話 牠這邊就有1 2 3階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旁邊.. 下面有這個數字的話就代表牠是可以進化的喔 那進化素材的話就要去我們的那個..欸.. 藍井那邊的交換商店做一波交換我們那個素材 但是第一波的交換素材是非常便宜的 但是接下來你交換完之後就要非常貴喔 像我們目前來說要進化的石塊的部分的話 就要花到我們90萬喔 所以要進化成我們大力2的話就要花90萬的硬幣 真的是非常誇張喔 好 那這邊其實還有一些寶可夢應該是可以進化的啦 所以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去慢慢的去.. 看一下有哪些角色是可以進化喔 目前來說的話呢 活動的話我算是應該已經乾完了啦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刷素材的時間 然後等待新的寶可夢跟新的活動 那除非我們有抽到我們新的那個大筆鳥啦 不然基本上應該就是先練一些我們舊的寶可夢喔 那關卡通到後面之後呢 其實還是有幾隻就是我們的五星角色啦 所以基本上其實官方送的還滿多角色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就是玩玩看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這邊的話我們先看一下任務全部領出來 搞不好今天又可以再做一波我們的那個.. 抽卡喔 那感覺好像沒有欸 對 我們這邊只有200多 那要抽卡的話是需要300 所以我們還差.. 20 好 那待會的話我們進化我們大力二之後呢 我們就去挑戰我們沒有打過的關卡 因為你打一個沒有打過的關卡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我們30個鑽石囉 好 那我們就來找一下藍井吧 基本上應該是可以到我們的90萬了啦 90萬的話就趕快來把它換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我有一些朋友他們是推薦 就是一開始的話你進化素材是盡量先 不要給我們的補助型角色 因為還滿多人都把我們的進化素材 給我們的那個就是騰騰蛇嘛 那騰騰蛇它基本上是比較偏輔助的角色 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拿去給一些 就是我們的一些輸出角色 比如說你有抽到我們小巨二的話 就把它給三階進化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先把我們硬幣全部換出來喔 那硬幣這邊的話兌換有一個小Payboard啦 這邊的話上面這兩排的話都是一次換一個 那下面的話會給你一次換10個喔 會比較再快速一點點啦 其實我覺得它這個就是拉完之後 會再防你往上跳這個系統設置算是還滿麻煩 因為我就要自己再拉下來 它應該就是換完之後它就定格在那邊 應該會比較方便我們換 不然我們等下還要拉下來很麻煩 這邊的話換完應該是有90萬了吧 應該 有 我們這邊換96萬5164 我們就換3顆這個 因為我記得好像是要3個是不是 沒關係我們就給它換完 反正我們錢也不知道幹嘛 那錢的話基本上大家可以從我們的活動關卡 去刷一些就是我們的金幣關卡啦 我覺得基本上如果你現在素材都已經刷滿滿的話 大概就是來刷一下我們的寶珠 來兌換我們金幣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就來先進化一下我們的小巨二吧 可是我忘記要怎麼進化了欸 喔 要去拍組的那個故事劇情那邊啦 然後我們的小巨二是已經100等了 所以已經不用再練了 那我們就直接去拍組劇情 欸 來進化一下我們的小巨二喔 那其實剛剛 待會就是看完這些故事 應該就可以拿到我們20個那個 鑽石再抽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抽到大筆鳥喔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抽到大筆鳥 感覺大筆鳥應該滿好玩的 欸 我們小巨二在哪裡 小巨二 好 我們小巨二的話是克莉絲啦 克莉絲的話這邊的話我們就可以來一個 藍二的進化 所以小巨二進化之後變成藍二 然後藍二在進化就變成我們大巨二喔 來看一下大巨二 厲不厲害拿 100等的 那進化的話是要我們3個10塊喔 所以基本上你要進化一隻最中階的寶可夢的話 也是需要花到我們90萬的 哇 超貴好不好 比台幣還要難賺 好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 這邊的話應該是要跟我們的那個 這個小姐姐打吧 好像是跟我們這個 黑什麼 黑拳嗎 梨花好不好 我們就來跟梨花做一波公平的禁忌好不好 那基本上每一次都要打啦 那如果你的寶可夢沒有練到很高等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他們直接打掉 那目前來說哲平的那個小巨二是已經那個 100等了 所以應該是趨近於滿等 所以應該不太會輸喔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邊的話我們就先把這個都強化 那有觀眾跟哲平講說 就是你在等一些就是我們亮條的時候啊 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 哇靠 這就是一百等的小巨二啊 打一下我們那隻就掛了你知道嗎 打一下就剩下 快要1分之1的血量了欸 好啦 衝吧 砰 613 直接解決 輕輕鬆鬆 黑魯家啦 黑魯家直接被我們打死了 小巨二 你也太誇張了喔 這邊的話我們直接一百啊 因為基本上 因為那個我們的那個進化素材 要累積到我們90萬是還滿貴的 所以基本上 這邊的話呢 我們在這期間是已經刷完素材 還有刷完筆記了 直接把我們的小巨二給一百等了 所以 基本上要打這個關卡應該不會太難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小巨二進化啊 藍鱷啊 它會變藍鱷會進化喔 好 藍鱷進化 就變成我們的大力鱷了 其實 跟藍鱷長得滿像的 只是變得比較帥一點點 那拍主招式的話會變成我們這個 純淨心流之水流尾喔 所以基本上招式會改變 啊 這邊剛好有30個鑽石喔 還不錯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抽一下 搞不好就抽到大筆鳥對不對 我是希望可以抽到大筆鳥啦 我不知道 從我那個開始抽那個 我們那個抽的時候呢 我就再也沒有抽到五星角色了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是不是要出五星了 來吧 大筆鳥 我就決定是你了 出發 我啾啾你了 大筆鳥 來吧 來來來來來來 寬腾一點點 看不出來 這畫面被切了 好 應該是沒有了 哇 應該又是什麽三星四星垃圾了 喔 不 這個是 四星的這個銅嘴大鳥啦 四星的就還不錯啦 至少是四星的 而且還是個妹子 算了 我們就慢慢練他吧 好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的話 最近應該都會慢慢的來打一下 我們多倫模式 先把主線劇情這邊的多倫模式都先打完喔 因為基本上你主線劇情打完之後呢 你的最後面的第三個地方的話 這邊通關獎勵會有拿到我們 就是能夠搶會我們裝備的東西 那這遊戲的話基本上它是有裝備 裝備就可以提升你一些能力之類的 比如說你在強化這邊的話 就可以強化我們這些裝備 那這些裝備的話 你只要通過我們多倫模式的主線劇情 這個多倫模式的第三個關卡的話 就可以來取得囉 那這些的話則平時打到了我們這個 阿吉和阿信啦 那基本上我好像是沒有打贏 因為隊友感覺 這個其實這個多倫模式的話滿吃隊友的啦 所以也不見得一定會打贏喔 那我們這次已經把我們藍二進化成我們大力二了 我們就來打打看一下 能不能跟我們的路人朋友一起打贏我們這個關卡喔 打贏之後基本上就有機會可以獲得我們的裝備喔 那還有一些裝備強化的素材 來看一下能不能配對到人喔 沒問題 好 那這邊基本上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開Auto或是不要開Auto 但是建議不要開Auto 因為這種多人的模式的話其實 敵人還算是滿難的喔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 尤其是如果你的其他隊友 又是都在開Auto的狀態下的話 就必須有一個人一定要努力的在前面顧著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準備來挑戰一下Auto 那我們就把Auto關掉喔 那在我們還有能量調的時候 我們就先進化一下我們的力量 那等到換滿的時候呢 我們再使用我們的招式喔 目前來說的話就是這麼一回事 我們先用這樣子然後慢慢疊 那這邊還是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先朝中間那隻打啦 但是 你如果是 呃 有一些想法的話也是可以先打左六兩邊那一隻喔 但是我是覺得 先把中間那隻會開我們連組的那個先打掉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 那我們就先打 但是我們右邊那隻角色的話 它是控制打了左邊的那個 水屬的角色喔 不過我們這邊是大力二好不好 我們就不管了 好 這邊的話我們旁邊那個是我們前一個形態的藍二喔 哇 這邊 哇 二四八 太痛了吧 掛力勒 而且我們目前來做的話呢 哇 找他才兩百三十二而已欸 這邊有點糟糕 但是我們旁邊的角色都在幫我們打其他之所以應該還好 哇 我的天 五百五十一而已真的是有點低 而且我們還在受傷當中 我們先開一下這隻好了 然後來幫大家放一下招式 我們先把我們的藍二 大力二先換下來 畢竟他是水屬的 目前還不需要他 所以我們就先換一下我們的彷徨夜靈來幫忙扛一下傷害喔 然後順便放一些Buff技 所以基本上建議大家就是可以來那個 來思考一下喔 該怎麼用這樣子 先幫我們放忙我們要害攻擊 然後再用蛇撐衝撐撞喔 目前對面那隻的話基本上他不是 克性不是水屬的啦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力二打的就不痛 而且我們被他打到還超痛欸 好 那我們待會的話就先用一下捨身衝撞 因為那個我們的彷徨夜靈他的招式的話就是 他的血量越低的話他可以幫我們全隊 加攻擊力這些越加越高這樣的感覺喔 這隻打完之後好像還有一隻啦 就是還有一個他爸 所以沒有這麼簡單 那我們就先捨身衝撞 338而已欸 然後我們自己扣8還是4 其實也算是扣蠻多的 他待會要開那個拍組了 哇 這關卡感覺有點困難喔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贏欸 因為對面那個屬性的話我們不知道 整隊是沒有帶那個就是克屬的 不然這邊有點小尷尬 而且他這邊應該要放拍組了 拍組的話下去我應該是會死掉喔 好 都換腳了 都換腳了 有狼人欸 哇塞 希望是不要死啊 希望是扛得住 來了 敵方的拍組 繼承忍術之 拔之 十字連刃 哇 又是打我 我不要死就好 我不要死 我不要死 喔喔喔 61 還好還好還好 這個還好 然後我們就是幫全隊增加那個攻擊力 因為我們血量越低的話可以幫忙加攻擊力越高喔 還可以幫他們加那個就是量條 還不錯 那我們這個的話拍組就給別人做一波使用 我們就不用了 但是 如果他們是電腦控的話我也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那個欸 會不會去 我還是開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他們是電腦的話他們會不會開連組 你知道嗎 這樣會比較尷尬 我們就開一下 然後 待會因為還有一隻啦 所以有點小尷尬 不知道會不會輸掉 你知道嗎 好 我們直接用彈簧列寧的拍組招式 然後打了170幾是不是 有點低 然後我們再繼續幫大家加量條 哇 142 直接死掉 尷尬了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應該就換了雷秋登場喔 但雷秋這邊的話 拍組招式OK 啊 原來拍組招式是 哇靠 哇靠 等等 我快掛了 哇 這後面還有一隻 所以 不能開玩笑 我的天 這後面其實是還有一隻的 6050了沒 還沒死 哇狼人掛了 完了 看來要挑戰這個的話 可能還要 還要再去思考一下喔 可能還要再去練一隻我們這個啦 練一隻我們這個 抗屬的一些角色 不然這邊可能會打得有點痛苦 好 終於打了死了 但是他還有他爸 他爸來了 他爸這邊的話也是一樣的那個耶 但是雷鼠的抗性 所以我們應該是可以試試看 還不錯 而且我們這邊也是有帶那個 雷秋的 哇 但是我中毒了 這邊有點超糟糕 但是其他隊友也都是換成雷球 而且大家好像都是自己手控的喔 所以應該是還好 我們可以試試看 這打到後面的話 這個隊伍模式的話 基本上有些關卡真的就是要靠自己手控 不然 哇靠 太誇張了吧 太痛了吧 喔不 這真的有點小尷尬了喔 我覺得應該要再 哇 死了 被中毒中死了 而且我們的 大力2基本上也沒有什麼血量 哇 尷尬了 哇 而且剛好過來撕拍組 哇 老爸 現在忍術 霧尼炸彈 老爸 我要死了 完了完了完了 哇哇哇 全死 全軍覆沒啊 哇 那真的是 有點難欸 而且蠻吃隊友的我覺得喔 所以大家打這個多人模式的話一定要小心一點點囉 好 那我們今天主要的話就讓大家看到我們進化的大力2啦 那基本上其實 還蠻尷尬的 因為我原本以為我大力2是可以贏 結果居然是輸掉了好不好 那 那因為大力2的話基本上他是打水屬性的啦 這次的關卡基本上是左右兩邊的小怪是我們水屬性的 所以就沒有對於我們正中央那些角色造成極大的傷害 而且一台一台就中毒了啦 而且後面的話他爸跟他的配合實在是太厲害了 所以這個話我們必須再練習一下才可以再打給大家看囉 那你們是用什麼隊伍打贏之關卡的話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讓哲平比較輕鬆的能夠通過我們這個關卡囉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抽到大筆鳥欸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哲平一定會 祝福你們好不好 出門要小心一點點之類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那每天早上10點中午12點跟晚上5點半 跟晚上7點跟晚上9點都要影片囉 打開來看一下啦 那這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